第2页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地图 新竹县的地图可以看得到 耶稣会是来先来新竹市以后 第一个乡镇就是到竹东 竹东是由西班牙的耶稣会市 他们是在大陆是在 安庆的耶稣会市 他是由西班牙的来安省 接着就到新竹 新竹也是西班牙的 他们是在大陆的五湖 然后过来我们可以看到 在那个穹林湖口 是意大利的神父 是在半户从半户过来的 那过来的话就是在那个徐州 就是我们在看到关西 是话与加拿大省的耶稣会市 然后可以看到在那个 穹林恒山号 他们当初来到这个穹乡 屁林 各位可以想到 那个五六四年代的台湾 真的非常非常的穷 然后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开始在传教 那我看的是他们透过了 不同的方式 特别是一些社会工作 那其中 比较成功的 包括那个英语课程的教授 还有医疗的服务 另外一个就是在 幼儿园的设立 这幼儿园的设立在那个 神奇缘神物谈到的 中国耶稣会市里面有提到 特别是在那个 新峰湖口的地方 新峰湖口的地方就有一位 方志远神父 那时候 这个我们都在意大利 也非常活泼的 他们的传教不只在 大陆非常的辉煌 在我们新竹县也非常的辉煌 所以他们在新竹县 在新峰湖口的地方 他们发现说这个 建立这个幼稚园托儿所的时候 那小朋友在这边 那父母看得非常非常的高兴 那也这样的吸引了很多小朋友 父母把小朋友送到这个 幼稚园托儿所 那父母看到 父亲看到这个小儿子 非常高兴 然后就感觉这神物非常友善 那也一起搭他的先生 一起过来 后来也参加木道班 甚至临席的 神物提到就是说 这些家庭 就是在这个新峰湖口 是我们教会里面 非常重要的核心 那这样的方式的话 其实在关西也可以看到 关西这个加拿大的 话语的 就是话语加拿大省的神物 他也是一样 所以刚刚我提到说 在新峰湖口 我们天主教的幼稚园 曾经有到16家 依照神情人神物的记录 有16家幼稚园 然后在关西的话 曾经有14家幼稚园 那这些幼稚园 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最主要是感觉到说 台湾那时候非常的贫穷 在教育上政府 国民政府 还没有办法支持 这样的教育的时候 我们教会已经负起这样的使命 特别是耶稣会是在新竹这块地方 那在这里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说 好像有神物的地方就会有修理 那耶稣会在九个传教区 在大陆九个传教区 同样也有不少的修理跟着耶稣会 虽然耶稣会没有女修会 没有相关机会有女修会 但是很多修理很喜欢跟着耶稣会 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天主知道吧 那大家可以放到第五页这边来 这九个传教区可以看到是 每个传教区 都有一些代表性的修理会 像这个 我们讲到安庆这个地方 就是耶稣校领会 那耶稣校领会 所以耶稣会到主东来传教的时候 耶稣校领会也跟着来 然后在那个新浦这边 那个仁慈修会也跟着来 这五浦 然后在那个新丰浦口这边 就是那个圣兴乌苏拉修理会 那在琼林还有横山 还有这个尖石的部分 就是热山修理会过来 然后在这个陆神户这边 就是在那个我们北埔这边 就有那个整弯会的修理 然后在关西这个加拿省这边 就是有无朗原罪的修理过来 所以当初耶稣会到新竹县来传教的时候 其实也不能只归功耶稣会 还要归功这些的修理 有时候神务很多事情也不能做 还是要靠这些修理 有特别是当初他创立了这些幼儿园以后 很多很多都是要委托这些修理会来管理的 特别我们看到这个新丰这块就是 那个乌苏拉会修理在管理的 然后琼林在 在那个琼林横山兼石就是那个热山会的修理在管理的 然后这些修理会管理的都非常的好 这些我们在看这些幼儿园的记录的时候 即便整个台湾的社会改变这么大 即便整个幼儿园已经变成商业化了 我们现在走到那个街上都常常看到 新的幼儿园盖得像城堡一样 我们的教会幼儿园盖还是很多 还是有一些不是很多 你看我们刚刚讲说 新丰湖口16家现在只是要3家而已 就是说还这剩下这几家还是很多不错 就是说他们在整个我们你们都知道 不只在大学有评鉴 幼儿园托侯所也有评鉴 特别明年开始要做基础评鉴的 我们这个我们天主教的幼儿园托侯所 也都达到了很多的基础和奖励 刚刚杨神我讲到说 他在那个天主教幼儿园是一个 非常的荣耀的事情 比别人就高一等 这是蛮值得肯定的 我们天主教幼儿园不是只为了赚钱 这真的是为了幼儿教育 那我刚刚讲说 整个新竹县的幼儿园托侯所 我看到是耶稣会跟这些修理 一直在投入 那接着我来讲的是说 在我们发现在新竹县的天主教的幼儿园托侯所 其实有依照他的演化 也分成了三种类型 当然应该百分之九十是耶稣会建立的 另外还有一个分就是修理会建立的 像我们刚刚讲说 竹东在竹东的话 耶稣教领会他先设立一个幼稚园 后来才有上智小学 他是先有幼稚园 那另外的话在新埔的地方的话 那个仁慈修会的修理 曾经在新埔盖一个圣母院 那里面也有一个仁慈幼稚园 后来因为随着圣母院的光掉以后 他把幼稚园给卖掉了 然后他们在竹北的中华路上面 也有一个真一幼稚园 也在2003年也关掉了 那到最近的话 我们教会又有一个新的托侯所幼稚园 这个幼稚园托侯所是我们可以看到是 整个看到我们这个天主教幼稚园发展后 另外一个可能可以达顾这个社会的需要的招教 就是那个华官所办的小羊 那这个托侯所的最主要是在做融合的教育 我们现在也发现说在幼稚园托侯所 很多那种发展迟缓的小朋友 那我们知道华官 华官也是叶书会建立的 是叶神户建立的 他们也看到这时代的需要 那当初他看到是成人的 后来看到了幼稚园的部分 那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新竹仙这三种类型的天主教幼稚园的托侯所 一个就是耶稣会原来创立的 另外一个就是修理会自己创立的 那修理会自己创立的话 现在就仅存的就是耶稣校理会主动 这个上次小学辅尚幼稚园 仁慈修会的那两家 幼稚园已经关掉了 我讲那么多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华官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要讲到的说 这个幼稚园托侯所其实在台湾 他扮演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角色 因为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从小把它好好教好的话 那那个不必要讲的 不要等到大人 用百倍的力量 你要把它转回来都很难转回来 那可是我们看到整个大环境的改变 而且整个台湾越来越物质化下去了 我们的幼稚园托侯所到底有没有新的方向出来 是不是还要继续跟着这样的传统的幼稚园托侯所 这样继续办理 还是有新的招教出来 这是我们在这次做研究里面看到的一些问题 那因为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去做更深的研究 我们希望我跟尼教授的话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完成这个新竹县的幼稚园托侯所 天主教的幼稚园托侯所的一些历史 因为里面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在里面 故事才会触动人心 才会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东西 我再讲一个 另外一个我比较讲的就是 监石乡造修女的幼稚园托侯所 这幼稚园托侯所其实真的还有保留 我们教会当初的传教的样子在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监石乡是原住民的地方 那边真的实在是蛮贫穷的 那修女说现在有71位小朋友 只有七分之一的人有缴钱 其他人都没有缴钱 而且他只有收一千块 可以看到他修女当初 这个修女是意大利的修女 他当初只是看到说 我们去访问他的时候 他的圣招就是要到穷苦的地方去帮忙 那他刚到台湾来的时候 比如说那个寄苏联神父 可能很多人还认识寄苏联神父 那时候邀请他 寄苏联神父那时候已经有那种 熬头福利仗在监石那一边的 那只是四五个小朋友 那赵修女来的话 他一手扛起 从七个八个到后来38个到现在有71个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可以看到是即便在那么穷困下 他像没有经济资源 他很多他是要回自己意大利募款的 他跟自己的家人募款 然后做起这样的幼稚园 我刚刚说可以看到说 我们教会幼稚园原来的模式就是 因为我看到这边的神奇员神父 有提到就是说 当初那个幼稚园脱手 好像只有收一块钱还是五块钱 最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不是为了赚钱 只要折合台币现在的钱好像只有100块 有点像这个赵修女 他你看只收1000块 我看现在全台湾哪个幼稚园只收1000块 还可以收到70个 71个 然后更让我惊讶的是说 他隔壁有一个公立的幼稚园 只有收到五六个 所以刚刚扬神父想的没有错 还是教会的办的最好 那宁愿还是选择耶稣 教会办的幼稚园 那这个是我看到还有一点点我们教会的模型 在里面 那其他可能在比较平低的幼稚园脱手 它是受到蛮大的冲击 是少子化 还有其他的幼稚园脱手的影响 大概大概先报告到这样 好 谢谢各位 我们谢谢李教授 今天在场的各位都是新竹教学的精英在这里 大家已经听出来 借着李教授跟李教授他们所做的一个研究的结果 那有两个重要的讯息 一个就是有一些幼稚园呢 就关掉了 然后呢 接下来怎么样转型 怎么样一个使命的问题 很多幼稚园关了 刚说关系证本来有几个幼稚园 14家幼稚园 然后现在呢只剩下一家 然后在我中间